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因為我而認識去角質化妝水 又有多少人是因為這支去角質化妝水而認識我呢? 本來我不打算再拍的了 誰知好死不死呢? 她最近就出了這個新版本 由於已經去到見遵如見人的地步 不知為何我好像不小心帶起了這支直直無名的化妝水出來 其實我自己都很慚愧的 因為我看到大家不停掃貨大手入貨買六支、八支的時候 其實我每次看到她都是買一支 一年我都是用三至四支左右 是沒有大家那麼瘋狂的 所以我純粹是一個媒介去推介大家這支化妝水 然後當然一個新版本我都入手了 我一直沒有很心急開來使用 直至最近我都真的差不多用完了 所以我就想著不如一個星期兩個梅花間足地用 看看有什麼分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整件事說得這麼沉 我都不好意思叫大家訂閱我的頻道了 不過都給我宣傳一下我的IG 大家有興趣就去追蹤一下吧 其實這支去角質化妝水 為什麼這麼頻繁出現在我的影片裡面呢? 就是因為我當了它是生活的一個部分 用了五年左右的了 每一天都用到 所以一些GETS READY WITH ME 或者是護膚品 甚至是胸瓶記 都很容易看到它的蹤影 它推出了這個新版本 你看到蓋子是不同的 它的Logo差不多 但是擺位也有少少分別 大小來講 應該就是一樣的 都是200ml的 價錢暫時都是差不多的 有些地方賣59 有些地方賣65 我覺得是可接受範圍以內的 Anyway我現在第一個部分就回答了一些很多時候收到的問題 解答了大家的對於去角質化妝水 我特意出一條影片是關於它 然後第二部分就會跟大家說一下我現在用新的這個版本 感覺上有什麼不同 第一個最多人問我關於去角質化妝水的問題 就是究竟哪裡才有得買 以我自己的經驗就是某幾間Donkey 中環那間應該沒有的 然後就是Cosme Store和大型的EON有化妝品層的話 都會有機會找到它們的 我買這支去角質化妝水是沒有特別渠道的 和大家一樣每次經過的時候都看一下有沒有貨 差不多用完又有貨的話就馬上買一支回來全貨 我跟它們沒有任何特別的合作關係 甚至公關品都沒有收過 五年來每一支都是自購的 所以如果大家問我哪裡有貨 我是答不到大家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用法 我是早上才用的 用清碎洗完臉之後 我就會把它倒進化妝棉那裡抹臉 就可以抹到很多黃黃灰灰的東西出來的 是用來做一個清潔作用的 晚上我是不會用它的 第三就是關於用後感 很多不同的觀眾朋友 以及IG做review的朋友 他們很信任我買了它用完之後 會給我feedback我 或者tap我告訴我他們的用後感 當然很多朋友都說好用的 但是也有少數朋友是覺得用完之後沒有感覺 那究竟有沒有什麼巧妙 或者是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用得不對呢 其實有兩個看法的我對這件事 第一就是關於化妝棉 如果有看過我的胸瓶忌影片 應該不難發現我有用這一款的化妝棉 而且它是專門用來配搭這支去角質化妝水的 這一款化妝棉它不是超親膚超柔軟的 你摸的時候是有一種纖維感在那裡的 然後它是沒有一層層的 你看到是一個好像枕頭一樣 裡面包著一些棉 然後有一個軟度 有一個厚度在那裡 然後這一款可能是大家平常比較用到的化妝棉質地 比較親膚柔軟舒服 反而這一種化妝棉做去角質是沒有那麼見到功效的 最後手上還有這一種化妝棉 它是很輕易可以分開不同的層層 這一種我就是用來做濕敷的 不會用來去角質的 因為它也是比較軟熟 我絕對不是貪便宜買它 也不是手上看到哪一款就用哪一款去配搭去角質化妝棉 我是用了很多款之後 最後覺得這一款是最適合用來去角質才長期用它 所以當有觀眾跟我分享他用這支去角質化妝棉 沒有什麼感受的話 我都會問他有沒有配搭同一款的化妝棉 如果沒有不妨試一下 都是大約15元一盒不會心痛的 當然我也收過觀眾反應 用同一個組合覺得沒有料到 如果說擦不到髒東西出來 然後沒有太大感受的話 那當然它真的不配搭你了 它也是一支很普通的護膚品 不是萬能的 未必是適合所有人的 甚至乎它也是59元的開架價格 大家買護膚品都要試試和自己的膚質合不配搭 如果不配搭用了一段時間都沒有料到的話 那就不要勉強了 說了那麼久不如真的提一下這支新版本 它是大約3月中在日本推出 然後香港有得買 都應該是一個多兩個月的試 其實它們有沒有分別呢 除了顏色之外 舊的這個版本 你怎樣買都是這一支 它是沒有其他版本的 然後新的這一支 在日本分了兩個版本 我看日文的時候 我是看錯了 因為香港是賣保濕版 但原來日本還有一支超級保濕版 它是very moist的版本 所以其實這一款是跟以前一模一樣的 我亦都對過後面這些成份的人文 逐個字去對它們是一模一樣的 但新的版本 說真的 我用的時候 是覺得它的保濕感強了 我不知道成份一樣 但它們的比例會不會有少少不同 有少少adjust過 不過是不影響它的清潔能力 現在就去一去我的鬚眼 因為我分了兩邊面 用不同的版本 即是一個舊版一個新版 去抹一次給大家看看 究竟我平時是怎樣用 還有抹完之後 它們哪個會抹得多一點 乾淨一點的 大家都會自己看到的 這個白色蓋是舊款 我現在就倒進化妝棉裡 它的顏色都算透明 但如果很嚴謹來說 它也有少少淡黃色 那我就抹了半邊的面 其實我也是這樣抹的 是沒有任何技巧的 那我主要抹一下這些 譬如有粉刺的位置 或者大家如果下巴 是多些粉刺或者髒的東西 都可以抹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每一天這樣抹 都還是有很多髒的東西 然後就是新推出的版本 其實顏色來說 我覺得差不多 不太大分別 我就抹右半邊的面 其實抹下去 都感受到質地有少少的差別 它是更加保濕 有一種厚的感覺 但不是那種黏黏的厚 而是它沒有之前舊版那麼薄 大家都看到了 新版本抹出來都是灰灰黃黃色的 左邊這個是舊版 右邊是新版本 其實兩款我覺得清潔力都差不多 好 看完之後就回來了 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五年來我可以這麼詳情 用同一支去角質化妝水 其實不是的 我有用其他的 甚至乎後面 都有其他牌子的去角質化妝水 但是為什麼永遠都會推介它 還有我為什麼不停都會回購它 就是因為性價比 五年來我用它是沒有任何瓶頸位 何時用何時都有效 有什麼效果呢 除了你抹的時候 抹到一些髒東西很有成功感之外 最大的效果就是它可以幫助去粉刺 我本身鼻側邊整天化妝會有一些白色頭 但是自從用了這支去角質化妝水之後 我沒有了鼻液這些粉刺 而且大家額頭或者下巴會有暗粒的話 用這一支用得久了 你都會慢慢地沒有變皮滑 它裡面其實是有酸性的 不過是一些藥酸性 所以如果你是皮膚敏感 你不知道自己對藥酸性有沒有敏感的話 真的要去試一下 它是沒有酒精、沒有香料、沒有礦物油、沒有柏油 是色素的 所以以一個去角質產品來說 我都覺得它算溫和 因為不是合作 我沒有關鍵字 我不知道大家有興趣看什麼 Anyway 可以分享的大約就是這樣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不一定用到它 其實你有什麼心儀的去角質產品 用開覺得很好用 其實就繼續用下去 希望這條片就是最後一條 講這支化妝水的影片 還可以拍到整條片出來 我都沒有想過 只是一個產品 還要不是合作 所以如果悶的話不要緊 最後一次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還有我自己的一點用後感 可以告訴大家 新版本不用擔心 你可以照買 因為其實它們兩支是一樣的 只不過我還是覺得它有一點保濕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都有錄兩條新片 逢是6天到3天 和1天到12天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